Nio 柳斯基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Nio 今天要來看斯拉夫人對上歌的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那最近來跟各位報告一則最新消息喔 因為最近我的工作呢 終於告一段落了 我也把一些工作給辭掉了 所以我的頻道終於可以好好的來上傳一些影片了 大概之後每天都會傳兩支的斯基地果影片 那還會再參雜其他的遊戲影片 那還請大家在多多支持我的頻道 好 那我們先來看這場比賽吧 那這次的比賽是選擇了斯拉夫人 那斯拉夫人的話這次改版最大的一個buff 對斯拉夫人來說應該是這個劍兵勇士 有卵甲技術 那我覺得這個讓斯拉夫人有卵甲技術有點過強了 所以可能之後的改版會讓斯拉夫人的卵甲技術給消失掉 不然再加上他後期的這個王者世仇 哇 他這個劍勇跟鬼一樣 鬼精人已經打不贏了 那其他的步兵我以為是完全沒勝算 這個斯拉夫人真的是太過強大 這個劍兵勇士爆 所以現在有看我們的影片的人就知道 這個鬼精人出狂戰士是打不贏斯拉夫人的 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那最主要是有斯拉夫人還有這個經濟加成 這個農田的耕種速度是有增加10%的 後期有這個工程器的木材減免 費用減免的部分 所以有這個很大的一個加成 後期可以出頭車或是衝車或是出一些 無炮來穿對方的步兵也是可以 所以整體而已斯拉夫人也不弱 而且這次改版貴族鐵騎還變便宜了 只要60黃金喔 比騎士好便宜了 所以以後我們就不能再調侃了 貴族鐵騎很貴喔 所以叫他貴鐵 現在叫他變成便宜鐵了 只要60黃金喔 超省的 所以我覺得斯拉夫人這次的buff實在太多了 那我們就稍微來看一下哥德仁 哥德仁這次buff最主要特色是吃大象野生動物的肉類時候 或增加一些些肉量 大象記得是可以吃到快100肉 那豬的話是80幾肉至90肉 那鹿肉跟斑馬的部分好像是加個20毫30肉的樣子 有點忘記那個數字 那整體而已喔 這個能力是可以讓哥德仁在前期拿到更好的經濟 可以讓他更早去用步兵騷擾對手 然後自己轉出農田科技跟經濟科技出來 讓自己經濟在前期不會這麼差 然後在後期慢慢把這個經濟紅利給滾起來 然後在後期使用這個步兵減免的費用效果 打出一波屬於哥德仁的強勢的打法 那哥德仁的話除此之外 還可以打這個塔公公或是裝甲塔都蠻適合他的 那為什麼是塔公公的原因喔 是因為他本身哥德仁的步兵是可以出的 那可以出的情況下 你前期打一個裝甲塔後面轉攻兵塔公公 其實都不會太弱 但是這個蠻吃手術的 那以後有高手打這個戰術 我們再來討論一下哥德仁這個打法 那哥德仁最近其實大家在講說 他沒有三防喔 那至少給他軟甲之類的 那我也是蠻同意這個說法 那其實哥德仁沒有軟甲真是蠻大的硬傷 因為其他文明都有 其他文明大部分都有 那哥德仁凡是步兵文明卻沒有 就很傷喔 那哥德仁比較好一點的是 他還有火槍可以出啦 所以哥德仁其實打到後期 這個火槍可以考慮出一點 但最主要問題 要怎麼活到這個地龍時代 是個核心的症結點 因為他城堡時代很容易被打死 還有封建時代 那封建時代應該是還好啦 因為現在有這個肉類加成的部分 所以食物不太會輸人 然後刺猴自然就會出得多一點 然後弓兵毛兵 出壓力也沒什麼太大壓力了 好 我們就先加速一下 那我們稍微講一下地圖 像哥德這種金晃前面的情況下 這邊通常還要再圍出來一點 然後再圍下去一點 好像這樣子 我一講完就圍了 那果子的部分就是要再這樣子圍 前面圍一條過來 再拉過來會比較好一點 怎麼怎麼再開打 好 原來是對手 斯拉夫人打棒棒 哇 還是4棒棒 結果這邊前置軍營 結果被反殺回來 那哥德這邊是沒有按棒棒的 這邊直接按了三隻長的兵 當世紀立國4 再打 那最近有觀眾在問我 說要不要去播世紀立國4 其實我有在考慮 那我可能會試著播個幾場 如果大家反應不錯 可能會再繼續努力播世紀立國4 那因為世紀立國4我已經一年多沒有玩了 我只有剛開服的時候 爬分爬到兩百多 世界前兩百名 我就沒有在爬了 所以現在的Meta 跟一些其他的東西 我可能不太了解 所以真的要播的話 可能也需要給我一段時間 我才能可以好好的 跟大家播世紀立國4 所以現在目前還是會以世紀立國2為主 那我個人也是比較喜歡世紀立國2 世紀立國4不玩 也不是因為不好玩 只是覺得 玩起來 沒有像世紀立國2這麼有趣 細節的部分 也不是說世紀立國4就沒細節 就是 可能我比較熟悉世紀立國2 求生意志堅強 不能講錯話 要得罪世紀立國4 其實我是很想播世紀立國4的 但為了尊重觀眾的觀感 可能怕播太爛沒人想看 這也是有可能 所以我可能還是會先練一下 才有可能去播世代 好 這邊哥德爾也直接轉出了弓兵 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哥德爾很適合打這個步兵裝甲 然後再打這個塔弓狗 都很適合他這個打法 為什麼不是打塔弓狗 原因是因為塔弓狗要求的手術要很高 然後要挖石頭 然後插箭塔 這些資訊 都是一定的經驗 才能累積起來成功的一件事情 所以哥德爾要練起來這招算是比較困難一點點 那團戰的哥德爾現在也是比較偏向打塔弓狗這個路線 攻兵塔弓 然後直接騷擾一波 然後直接開始農 或者直接加一插箭塔 有點把自己玩得像拖欄一樣的打法 那最近大家看到團戰 拖欄的這個打法有點像是 這邊會不會直接拿掉一村 應該不會 結果斯拉夫直接上裝甲步兵 超狠的 這一村很容易會殘血 哥德爾這邊前線的射箭場跟裝甲 軍營直接宣告失敗了 人家直接四棒棒出來敲爛這些長傷兵 那為什麼他第一時間不是出棒棒 這個我不太清楚 其實哥德爾在前期出三棒棒或四棒棒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反正你挖黃金後面再出小弓 就去壓制對手 都不會是一個太差的一個決定 那我覺得哥德爾這樣打 其實讓自己的優勢前期有點慢慢送掉 光是這兩個建築就送掉300木了 175加175 大概是350木 350木你想想可以灑多少田 對不對 這個農田的數量一開始就會有差距了 人家也是爽爽的 斯拉夫人這邊有投資一根劍塔的關係 所以直接損失掉了石頭跟木頭 所以到城堡時代開農情況下 哥德爾會有蠻巨大的優勢 想到城堡時代這邊能穩穩守住 就沒什麼問題 那哥德爾為什麼這邊要挖到十個人挖金 他這邊是想要靠買賣 待會他可能會直接用買肉的方式 直接上城堡時代 直接脫離到封建時代的烈士期 這邊十個人挖金 黃金越來越多 農田還是要再灑一下 農田不灑的話 全部用買的還是有點痛苦 好 那斯拉夫人這邊沒有全部把這個軍營 跟射擊場全部圍死 如果是我的話 我還是會把這個木槍圍一圍 旁下 好 哥德爾這邊很順利的挖了到六百多房間 然後這邊換一個經濟調配 先蓋四級先 然後去調配到挖果子 補下肉 這邊可以再稍微加速一下 這邊應該不會打太多東西出來 但斯拉夫這邊空兵還不錯 四隻裝甲步兵 都還在 這邊應該是我後面再補下 繼續按裝甲耶 這個斯拉夫怎麼搞的 這麼硬要 哇這個裝甲步兵貼上來 這個箭塔可能會直接被拆掉喔 因為箭塔是射不到底下的裝甲步兵的 但是後面的毛病可以繼續輸出喔 所以不會有太多的 硬上的一個動作 因為他沒有第一時間砍 基本上就砍不太掉了 好 這邊工兵再繼續補個幾隻 對 這裡要補工兵了 不能再繼續出毛病了 好這裡要補一個房子 敲一個房子 要不要敲一下 不敲 直接村民開 唉唷 直接被尻爆了這個木門 這個木門在蓋好之前喔 是沒有防護力的 防護力甚至是負的 負二反 還有不是負二 帶路 好這邊果子終於吃完 順利的收工 果子在前面就是比較麻煩一點 然後這邊按了一隻小弓 偷偷還可以走出來 這是不小心按到的吧 好 那斯拉夫人封建時代打得非常兇猛喔 連翼仿的裝甲步兵也點下了 看來這邊時代差距會打得非常明顯 那這邊哥哥的人 待會上城堡時代 直接出騎士或是奴炮 頭石撤 都可以做到一個不錯的抵抗效果 所以其實也不用出太多兵喔 在這個封建時代跟對方硬打 這邊只要少量單位能扛出弦線就OK了 城堡時代先點下 再加速一下 冒兵血量越來越少 這邊應該是不砍出去了 那這邊直接低掉木牆 想要直接去打這些裝甲步兵 但裝甲步兵沒有直接往下走 反而是往後退 想要賺一個人口的25末 這邊要再圍一下 這邊直接踩住沒辦法 還是讓對手走了過來 空甲步兵 要直接上來硬砍村民了嗎 跑出來村民剩下一滴血 毛病能收下嗎 沒辦法 很可惜 哇 哥的人這邊只是損失一村 其實很厲害 然後把對方的步兵全部收掉了 OK 哥的人這邊已經賺到蠻大的風力了 但自己也是投資了一根劍塔的關係 所以上城堡時代 總要買石頭 才可以直接蓋TC 果然買了一個100石頭 169 黃金直接花了下去 反正自己黃金爆挖一波 那TC蓋在這個位置 就會有點尷尬了 但他這邊沒辦法蓋 如果要蓋的話 只能把房子低掉 蓋這個位置 但這邊也只有木區 也沒什麼好蓋TC的位置 如果是我的話會想要蓋這個位置 這也更舒服 還有黃金 好 那上城堡時代一定是出騎士喔 兩邊都是騎士吧喔 但哥的人的騎士喔 稍微有點小小的問題喔 就是他沒有這個三法 所以到城堡時代還是可以稍微能打 DM時代就不行了 所以騎士只有層出的時候會出 中後期的時候還是盡可能展出長槍兵喔 加生女的打法 可能會更適合一點 好 前線騎士順利守住 斯拉夫人完全沒壓力 擋得很輕鬆 好 哥的人這邊就是要先開農了 先把自己經濟拉起來 有經濟差我錢可以花費喔 有花費才可以用到這個哥的人折扣的優勢喔 這邊直接送兵送個一波 二級木也點下了 哥的人這邊打的算是偏濃 3TC補的蠻快的 兩個人挖屍 在哪裡挖的 後面喔 後面這邊 好 那斯拉夫人這邊由於是慢慢挖石頭去蓋TC的方式喔 所以TC下的偏慢一點 人口樹稍微被拉開了一些些 哥的這邊繼續有爆騎士喔 然後加上自己的勝率 要下來去撿聖物了 那斯拉夫人沒意外的話就繼續打騎士喔 那流蛙出一棟城堡 再趕快蓋下城堡 蓋個好位子喔 例如這個位子 蓋下去之後 趕快出貴族鐵席喔 不知鐵席一出之後 哥德這邊騎士會打得非常痛苦喔 一定要被迫轉步兵喔 那如果被迫轉步兵的哥德人的話 就沒有主動權 沒有主動權的話 就代表他只能意外的被動防守 沒有辦法傷到任何對手經濟喔 反而自己可能是會有點 會被對手反超的 所以這邊斯拉夫人喔 可以稍微投資一下石頭 石頭 越早蓋完城堡 越有這個壓力性喔 甚至可以把城堡直接蓋在前線喔 插這個位子 控哥德主金喔 跟這個TC還有劍塔 都可以一併收拾掉 那哥德這邊非常大巨大的壓力 還沒有看到貴族鐵席喔 直接轉出了重裝長槍兵 這邊勝率還是可以有效抵抗對手的騎士 這邊的侵擾 加速一下 這邊再找一波清洗兵過來 找隻刺好隻清洗兵 直接送掉 感覺斯拉夫人這裡不太敢打 這邊直接硬上 看他這邊兩邊交戰 老頭直接招搶個一波 但後方的騎士 直接上去硬砍老頭 老頭兩隻倒地 拉夫人的老頭全倒了 哥德人這邊 數量好像有點優勢的感覺 那由於沒有跑速的關係喔 小龍兵都跑得非常的慢速 等一下再看慢動作 這邊還偷偷按長兵 想要來擋一下 這邊趕快上下喔 要裝甲的 護兵的裝甲會比較好 不然這個劍塔射起來還是有點痛 直接逼到家裡 斯拉夫再嘗試再反打一下 哥德這邊村民術非常穩定 95吋打80吋 領先15吋的優勢 那這邊優勢喔 可以再繼續擴大 4TC開農 不然4TC了 OK 4TC開農下去之後 哥德就可以農得比較舒服了 通常我哥德有農 就不會太容易輸掉了 反正史拉夫人這邊 第4TC開的有點偏晚 但沒有辦法 現在對手給的壓力太大了 這裡沒辦法很專心的 去農輸自己的經濟來 等一下還是要適死的 出點兵去防守 但哥德這邊騎士 配長槍兵的打法 是非常難解的 那自己喔 斯拉夫人也是 可以考慮的 直接轉長槍兵喔 配裝甲步兵 長刃兵都可以 騎士可以稍微少出一點 不然就是騎士 不要在家裡換喔 直接出門 直接果斷不防守 也是一種選擇 那如果不防守的話 家裡一定要趕快拆一棟城堡 會比較安心喔 這邊直接被招掉一隻 這邊正面能夠守住嗎 哥德人這邊很極限 好 結果還是堵了進去 站進去之後 直接變成大空間 其他騎士有輸出的位置了 那這邊很順利的 就收掉全部的站位 哥德這邊水餃 笑的蠻好吃的 全部把自己的兵給送光了 但這邊後續有補了更多的長槍兵 而且自己還點一下 帝王時代跟動蕎步兵升級 所以哥德這邊 待會直接打了一波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喔 直接淹死對手 哇 這邊還在繼續呢 第五個TC補下了 好 那哥德人 比較麻煩的是 待會到了地獄時代沒有三防 所以斯拉夫人 可以考慮轉一些遠程單位 例如奴炮 那我想一下 他斯拉夫人好像沒有火槍嘛 也沒有火炮的關係 所以他打哥德人 只能用劍兵勇士來打 會比較適合 等一下王者四重 也沒什麼問題 斯拉夫人能counter哥德的方式很多 哥德這邊反射就是出火槍 或是出劍兵勇士 反打也是可以 千萬不能出什麼哥德衛隊 都會很慘 這邊直接步兵壓了回來 壓力繼續給 後面勝率招響了一波 異龍時代升級的空窗旗 被斯拉夫人這邊察覺到 被斯拉夫人這邊直接送了一波單位 但這波送的似乎有點有料 哥德這邊防守非常極限 單位只剩下一點點 好 現在兵一出來就被打得有點慘 哇 有軟甲技術的斯拉夫人 好坦啊 好 這波強攻看起來宣告失敗了 那一刀地龍時代這邊城堡蓋起來 就已經投石金 待會直接硬拆城堡 雖然前線暫時 石頭可能會被挖爛 但還可以接受 這邊待會長劍兵一行 地方時代已到 現在有35%折扣 直接六折 接近半價的一個造價而已 所以哥德人這邊 黃金消費會非常非常少 自己農田只要多傻一點 就沒什麼問題 好 但這邊轉出了貴族鐵 其實進防是六防 那長劍兵的攻擊力 六是九加二 所以打一下只有五滴血 好 但是雙手劍兵 畫面就會不太一樣了 雙手劍兵的數值是十二加二 十四攻 那打一下貴族鐵騎 還有將近八攻左右的一個傷害 二防馬上補得非常快速 那這邊經濟不夠好 食物要再稍微等一下 他可以點上這個劍兵勇士 好 斯拉夫這邊點一下羅斯堡壘 羅斯堡壘補下之後 斯拉夫人待會的石頭消耗量就會比較少一點 那待會蓋城堡石頭消耗量是減少40% 印象中只要350石頭吧 然後再加上400多的木頭 就可以再蓋一棟城堡 這個售價是跟法蘭克人差不多的 我說是這個石頭的部分 木頭當然消耗量整體來說是 斯拉夫人會稍微貴一點 那我覺得這個羅斯堡壘 讓斯拉夫人的一個圍起能力會更好 不然他很缺乏這個遠程傷害 然後可以用城堡來當寶推戰術 其實對他來說是一個大大加分的一個能力 斯拉夫人這邊遇到劍兵勇士準備要升級好 劍兵一號直接13加2攻 待會還再加2攻 變成17攻的劍兵勇士 單一隻的造價非常非常的便宜 不到50肉吧 就可以出一隻劍兵勇士 印象中 劍兵勇士再走過來 還是要42 好像42弱吧 有點忘記了 騎士加上貴獨鐵騎的一個搭配打法 打劍兵勇士效果其實還可以 但最好的方法還是後面要出一點 這個奴炮 或是直接轉劍兵勇士跟對方互尻 說不定能靠出個什麼東西來 也不一定 因為斯拉夫人轉劍兵勇士 打法算是比較穩定的 投資的成本偏低 並不需要像貴族鐵騎 點一下金瑞啊 或是三防攻擊那些的 投資的東西是需要多一點點 兩邊繼續跳恰恰 劍兵勇士走得出來 這邊貴族鐵騎想用正面開打嗎 但後面還是後爾拉 但這邊直接吃到城堡傷害 哥德爾的劍兵勇士死傷非常慘重 好 單軍一頭實力已經出來了 殺瘋人這邊好 再狗一下 才可以點地龍實彈 好 這邊一字排開 貴族鐵騎對上 劍兵勇士 劍兵勇士這邊用一個數量壓制對手的打法 順利的擊掛了非常多的 劍...貴族鐵騎 差點又要再講劍兵勇士 好 這邊慢慢壓了回去 但這邊死路稍微有點少 三位哥德爾還是需要補一些 農田出來會比較好 好 下方這邊有掃草騷擾 這邊聰明死了有點多 貴族鐵騎一個人偷砍 這邊...劍兵勇士數量不夠多 貴族鐵騎上了直接硬打 應該可以打掉一台沒問題 第二台還可以嗎 感覺有點困難 欸 殘血 這邊直接... 拉拉軍營的一些兵過來直接騷擾 不管TC的存在 直接開錯 中間直接... 山洞城堡圍坐 重重包圍建立防線 但是阿夫這邊的打法 還是比較偏於...偏農的一個打法 並不是非常激進的 這貴族...特權 喔不是貴族 貴族鐵騎 其實應該要到後方多多開鬧比較好 一直跟... 護兵打正面喔 其實蠻虧的 好 靠著這邊等一下... 幾邊 好 這邊城堡應該可以順利收下了 那今天沒意外的話 那宵夜時間 或是再晚一點 還會再出影片 因為今天會比較有空一點 但上午的時候 我在Twitch那邊 跟認識的朋友一起玩四季立武 打了彈戰 所以... 早上... 出片時間偏晚一點點 這邊直接硬彈一波 欸 這邊在砍...馬舅 哇 直接要被貴鐵敲爛頭 沒了 好 當然前線城堡也是順利收到 但這個精銳貴族鐵其實沒有研發好 被退拳退了回去 尷尬啦 斯拉夫人這邊精銳沒升好 直接轉成王家四重 有料 這個斯拉夫人有想法 OK 沒錯 打哥的就是轉... 王者四重就對了 打什麼騎士 人家出幾兵就出爛你的馬了 對不對 騎士就是到後方騷擾的 整整開... 開戰的東西還是要搭配這個... 劍兵有刺 加上... 重型奴炮 會比較好一點 頭子車也可以 但是頭子車... 往往會找到自己人 所以我覺得這邊斯拉夫人 是可以考慮出這個奴炮的 但我更喜歡頭子車了 整體而言 好 雖然前線有點守不太住 但至少這邊石頭只剩100了 其實還不太虧 這邊稍微反打回去了 上面這邊還要轉出自己的劍兵勇士 貴族鐵騎 可以開始隱居 後退了 可以退下為二線 這邊斯拉夫人村民有點多 174村 72村有點多 正常來說村民不應該這麼多的 但他這邊是想趕快進入200人口 所以才安這麼多村民喔 然後自己去展出少量的精銳單位 去跟對方做互換動作 待會喔 這邊斯拉夫人可以用的方式 就是用自己村民 直接大勾的家裡附近去蓋寶 直接反擊 或是自己自己滴村會比較好 這邊這麼多資料 但村民術卻這麼的多 自己的軍力 會大幅消弱 好 這邊王子的侍從效果很好 你看這邊吉兵直接被擴散攻擊打到 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擴散傷害非常誇張 好 貴鐵隱藏傷害 但是沒有升到金瑞的關係 進防還是4阿 金瑞貴族鐵騎的話 進防48阿 才能稍微坦住阿 大約11防阿 劍兵勇士的攻擊力是17攻 所以卡因道的話 直接是打這個貴族鐵騎 是只有6滴血傷害 欸 不是 對 6滴血 好 各著這邊轉出化學 看來是要來出槍兵了 由於斯拉夫的復兵 這個王者4重擴散傷害 所以其實不太好打贏正面 即使用這個折扣優勢去換 也很難換得贏 因為對方其實造價也不貴 黃劍也是20而已 哥德人在這方面 雖然有這個食物減兵的優勢 打群敵戰的感覺好像很容易 但事實上 王者4重就是專打一群步兵的一個能力了 有點像是這個巴安廷的後期能力一樣 專打一群步兵用的會比較適合 剛好哥德這邊一直出劍兵勇士 有點落入對手的陷阱裡了 應該在擴散效果很濃阿 怎麼打怎麼贏 好這個絕對不是三方的問題 只是單純的王者4重的關係 造成哥德人這邊沒辦法打贏正面 然後哥德這邊轉出化學超有機會可以逆轉 好斯拉夫人這邊嘗試要把自己弄鐵給拿回來 這邊手上高地 看來正面有點危險了 巨頭直接撤翠 補下了三級龍火槍也補了 三道學OK 好斯拉夫人的裝甲步兵直接驗了過來 哥德人直接在高地反擊回去嗎 還是斯拉夫人帶來第一處直接開尻呢 左邊有個軍運偷司機 再偷偷拆 左邊的城堡 應該拆不掉了 因為已經來到這裡了 這邊再補更多軍運想要再來多線 這邊步兵大戰打得有點精彩 但終究還是抵不過洋槍啊 好劍兵勇士看到對方火槍出來了 這邊要不要稍微轉一下其他單位呢 例如戰毛兵之類的 但戰毛兵斯拉夫人沒有三角 用起來會有點難用 這邊出工程器還是比較好一點 但工程器又需要大量黃金 那斯拉夫人本身這裡已經沒有太多黃金了 前傾已經投資了太多貴族鐵騎的關係 所以自己黃金也是所剩無解 好這邊直接反打的回去 傳寶蓋好之後 斯拉夫人就沒辦法再繼續消贈了 要先測一波轉戰毛 然後等化學好 這裡居然沒有出蝎子 那出盧炮有點尷尬 好劍兵勇士在上前看 能突破崇尾嗎 很困難 好 櫃子特學 櫃族鐵騎又按了幾隻出來 在這邊要點金隊喔 應該也沒多支支援可以去點 這邊哥的人最簡單方式火箱繼續出 劍兵勇士繼續爆 就沒問題 可以輕鬆拿下 那木頭 待會再轉出更多弱就可以了 好 潛線蓋射箭長 應該BK出衝車開底嗎 正面又來一波的一個交戰 這波交戰感覺斯拉夫人又要贏了 擴散攻擊的效果實在太強大 好 這一波斯拉夫人反打了回去 哥的人這一次黃金好1200 但是斯拉夫人的用金兩金見底了 這就意味著哥的人想要打贏對手 只有一波讓對方覺得沒希望 才能拿到投降的勝利 好 劍兵勇士直接拉到上方 稍微防一下 家裡劍兵勇士直接要來突尾了嗎 三台巨頭架子起來 這個城堡看來要攻堅下去了 但左邊四巨頭已經在開 拆斯拉夫裡面的城堡了 這邊劍兵勇士直接走進去 感覺效果也不會太差 但這邊該守嗎 這邊要守住的話 要趕快把兵來防守 好 這邊有一次排開斯拉夫人的劍兵勇士 劍在城堡下面開砍 後面哥的人拉幾隻小隊 到後面開開巨頭機 順利的拆掉所有巨頭 應該可以吧 欸 沒有 居然還差一點點 哥德倫這邊城堡可能要不保了 這邊買一個石頭 買一百石頭在居修裡 兩隻劍兵勇士過來直接應 好 那這台巨頭能拆掉嗎 欸呀 居然沒有拆掉 很可行 差一點點 那這邊劍兵勇士在持續抵抗 這邊城堡能夠住嗎 剩下一點點血量 劍兵勇士繼續出 但火箱也到後面輸出 斯拉夫人黃金全部劍敵 打出了句句 那我們恭喜斯拉夫人 輸掉這場比賽 很難得喔 這個哥德倫能打贏斯拉夫人喔 之前在留言的影片 下方留言有觀眾提到 哥德倫到底要怎麼打贏斯拉夫人喔 那我覺得這個影片 算是一個蠻好的一個示範喔 因為哥德倫本身是有火炮的 那斯拉夫人本身是沒有 這就意味著喔 他出工程器喔 哥德倫就可以出火炮反擊 但如果他不出工程器的話 換到後面用這個劍兵勇士喔 還是會遇到火箱出來 那火箱出來劍兵勇士 勢必要轉些毛病或是工程器 去解火箱病會比較好一點 那總體而言喔 哥德倫到後期 一定要狗到這種超級地後 才有機會打出比較亮眼的成績喔 那斯拉夫人的一個問題喔 就是你只要 一直拖到對方火炮穩定出來 就會很難受了 那你自己勢必一定要轉出貴族鐵器喔 去跟對方應換 不然這個火箱喔 是很難解決掉的 還有這個火炮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方面喔 方面的話應該是 斯拉夫人稍微領先一點點 因為這個有這個 石破證的落量的一個加成的關係喔 所以哥德倫這邊落量 會少是不是會正常 但你這裡也少太多了吧 少了一萬 但還好哥德有拿到4勝過 所以後面的黃金的需求量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兩邊分數差不多 甚至是斯拉夫分數是勝過哥德喔 但是這邊確實呢 哥德倫拿下這場比賽喔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要請記得按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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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